要特別注意如果要把這個 我們有兩種方法就是 用 日期函數做 Year Month Day 那週期的話就Week Day Week Day特別注意 它回來會是一個數字 5這個數字 可是5的話 當然 直覺當然你會講5是 到禮拜幾到禮拜五嗎 其實不是 特別注意這個5的數字 你的思考 是要 因為美國人設計了所以美國人 我們一般習慣是禮拜一是第一天 可是美國人認知他們 他們的那種美式的思考 一個禮拜第一天 應該是哪一天 應該是禮拜天 所以 5的話指的是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禮拜 禮拜四 特別注意 5的話是禮拜四 OK所以特別注意Week Day 請你用美式思考應該是美國人設計 除非說 又台灣把它改成台灣的思考模式 不然的話我建議 你這個5的話就把它 想成就是美國人那邊的邏輯 如果顯示錯誤的話 一樣 你就把它格式一下 格式部分的話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日期部分 你可以把它改成周期就好了 OK 那裡面是存5對不對 格式的話 就是再加上才會變周期 OK應該可以了解這個意思 另外還有什麼 8如果你要變 08的話 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嘛 自訂的話 你知道加什麼 兩個0不就好了 前面好像有講過嘛 那個 之前是三個0 現在是兩個0 所以你要幾碼就是幾個0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這樣的話就可以看到 我們要的 所以用這個上面的方法是用日期 日期時間格式 跟日期時間的函數做的 那下面這個的話是用文字的方式 去做的 那你說哪一個好了 反正 結果是對的就好了 如果你 結果都不對了 你說你用哪一個 你 即便你會 但你又做不出來 OK 所以這邊舉個例子讓大家聊 再來就是10分秒 不過 today的話 裡面都是零零零沒有意義 但now的話裡面有 OK不過第一個 now部分你想說 老師now我希望後面也幫我顯示現在的時間的話 但是我要顯示成 這個格式 意思是這個格式的後面 再幫我加10分秒 那怎麼加 其實我剛剛講過很簡單如果你要再加你就可以 第一個按右鍵出的格式 先找一個 時間 時間裡面如果你要把這個格式 加到我們現在的後面的話 你先找一個接近的先制定 然後把這個格式分號前面 再到中瓜湖的後面 這一串先複製一下 複製好之後記得先取消 因為你按確定他就套用 我先取消一下 為什麼要取消 複製之後 再進來一次 按右鍵出的格式 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現在的分號 分號表示結束的位置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時候就有了 如果你 時間的後面還要 時間前面還要空白的話 多一個空白鍵好了 有沒有 然後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 now就會多 年月日加10分秒 而且還有 上午下午格式都出來了 OK 那當然未來如果說 你想要怎麼樣 想要把它 再切割的話 其實一樣 用test 反正就是把這一串 的格式再放在這裡面 有沒有 然後 一樣又可以10分秒切割 或者是說你可以 用 用文字的切割方法的話 是用test 如果說你要 這邊 10分秒的話 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如果用日期時間函數的話 時間的話 應該就用哪一個 用 hour 這邊有個hour hour的話是取 某一個 出生哥裡面的 時間 mini 概念是10分 second指的是秒 反正就概念差不多 所以10分秒 你也可以再把後面再把它 摘出來 OK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我想後面延伸的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 找個 其他 案例 工作如果有用到的話 你可以再 思考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底下有一題 20 因為本來2016 現在2020的 那 我剛剛查一下 7月24號是開幕 這一次是在東京辦 所以呢 假如我今天 希望 找出 什麼倒數剩下幾天的話 倒數幾天 那這個是 我的奧運開幕那一天 那這個是今天日期 如果要算出 這個倒數計時的話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因為它裡面實際上存的 按右鍵存的格式 裡面實際上就是一個數字 那這邊按右鍵存的格式 它裡面也是一個數字 190年1月1號是第一天 所以一直增加增加 所以其實很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 倒數計時等於什麼 其實所以 在那個日期裡面計算日期 是最簡單的 為什麼因為你就把這個日期 比較後面 減掉什麼 減掉這個日期 打個勾 708天就出來了 OK應該可以懂那個國籍吧 因為其實計算日期 其實是最簡單的 最麻煩是計算 月跟年 你有剛講過嗎 有論年論月的問題 有28 29 30 31 大小月的問題 有沒有 那年的話不是365 還有366 多一天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能夠計算年跟月 而且 要簡單做的話 你可能一定要知道一個函數 叫Dedif OK 也就是說Dedif這個函數如果你知道的話 其實在計算年啊計算月計算日就變 簡單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不會用Dedif 太麻煩了 很多東西要計算 就是一個噩夢 而且還會計算錯誤 所以Dedif待會我們來看 底下就是會有一個案例就是說 如果我想知道 這個人他的生日是1972年的8月5號 請問這個人的精確年齡是 幾歲 所以要做到幾歲 還沒有 他出生到今天為止 他總共又多 就活了幾個月 又幾天 如果像這種 這種題目的話 假如你用內建的函數要不能夠做出來 那真的是太困難了 對不對 不然你用計算機算嘛 還不容易算錯 而且如果你用計算機算的話 那麼多日期 那你怎麼 算到下班你都算不完 所以這個時候請你會用Dedif 應該這個問題就解決 就很容易了 那底下的話有一些 Dedif相關的參數 那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 稍微試一下剛剛講的部分 也許 如果動作快了 10分秒也可以把它再練習 另外的話奧運的部分 再試一下 畫面先 切換給各位 那如果兩個日期相減 減完如果他回來不是一個整數的話 你很簡單你就把它格式 改回 整數 結果就正確 你不要因為看他回來是一個日期 你會嚇一跳 其實他再把它轉為 轉為數字的話 就是整數 一般習慣是通用格式 其實就會是 正確的那個天數了 所以算日期是最簡單的 算日是最簡單 算 年跟月是最麻煩的 那如果遇到年跟月麻煩怎麼辦 你就交給Dedif就好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先試試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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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